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进行视频营销,一,创建自己的频道,注册好谷歌邮箱后,登录进YouTube后台创建一个频道,可以将频道的名称设置成自己产品的品牌名,这样有利于谷歌的搜索。 接着上传需要推广的产品视频,做好分类,利用YouTube的视频分享,提升品牌的知名度,积累一定的流量,进行转化。 二,且频道简介,简介可以是产品的关键词,或是品牌名称,利于谷歌检索,增加来自谷歌的收入,何乐而不为呢? 三,至少有五个原创视频,个人不建议大家去下载别人的视频,然后再传上去,这样做风险较大,排名无法提高,频道会被降权,以后发视频可能会受限。 综上所述,建议大家发布的前五个视频,最好是质量较高的原创视频,后面是不是原创就无所谓了。 或许你也可以作为原创。 四,视频内容简洁明了,很多人会问我说做YouTube推广是不是需要特别多的装备,其实不然,一般来说,只需要一部像素很好的手机就够了。 拍摄的视频内容不需要绕弯子,不用很精彩,不用刻意修饰和美化。 只要能给用户直观呈现你的产品或是品牌的故事就行,有时候原汁原味的才是最好的。 五,提前准备好英文文案,我们做的视频如果有配音,一定要用英文讲,那为了能顺畅地讲出来,我们一定要提前写好文案。 二,如何让你的视频脱颖而出,大家都可能有一个误区,一直认为视频很麻烦,感觉需要很多的材料,感觉自己没那个天赋。 其实,我个人觉得,还是很简单的,也跟拍照片很类似,只是有的人擅长,有的人不擅长,但是都可以流程化,就不存在擅长和天赋了。 总结来说,两方面的因素,造就了优秀的YouTube视频,制片和剪辑,万事开头难,我们先关注视频制作方面。 再次提到,品牌故事的重要性,故事,信息是优秀视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,你说的是否是你经商的故事,是否介绍了你即将出售的新产品,或是制作商品小样,确定三个分享重点,把它们写下来,会很有帮助。 还可以再进行几次练习照明,不要低估良好照明的作用,如果你不想再购买额外的设备,那么你仅需使用多重光源,便可避免那些烦人的黑影,提高视频质量。 想要了解更加专业的照明方式,你需要学习三点是打光法,相机,想要拍出好看的YouTube视频。 昂贵的相机不是必要条件,大多数智能手机已经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了。 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,你应该,要去买个三脚架,声音,声音质量,和你拍摄影片的方式,大有相关。 首先,如果可能的话,选择一个,安静的拍摄点。 其次,考虑手机设置。 如果想要使用电脑,或照相机内置麦克风,那么背景里的杂音,也可能被收录在内。 可以考虑使用,价廉物美的独立麦克风,来提升声音质量。 想要找到划算的,领家麦克风,来单独收音,并不是难事。 一旦发布了YouTube视频,不要忘记,利用其他社交平台,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分享视频,邀请粉丝,订阅你的频道。 以上的小妙招,都能帮助你拍出好视频,推广商品,但和其他社交平台一样,上传视频的,同时不要忘记,质量胜过数量。 三,增加YouTube视频曝光度。 当卖家做了一个,非常有意思的视频以后,要怎么样的提高曝光度,让用户发现到你的视频,是非常关键的。 这其中卖家需要,注意这三点。 A,标题。 卖家需要确保自己的关键词,在标题的前端位置,并且可以适当的,加一些冒号。 在冒号的后面,要加上关键词,这样是有利于,标题强化效果。 B,描述。 描述当中,要有完整的网址,并且在这条描述里面,需要尽可能的,多添加一些,相关的关键词。 这样可以让,已经关注你视频的用户,更能够找到你的视频。 C,标签。 标签当中,一定要包含,相关的关键词。 这样做的原因,就是能够增加,自身页面的订阅量、访问量,以及评论点赞的人数。 提高视频曝光率。 4,YouTube常见的,营销视频类型。 建立品牌印象,赋予目标受众,娱乐体验和参与感。 在营销的,第一个阶段,目标客户,对卖家和产品,并不熟悉。 因此卖家,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就是,通过创造娱乐体验,用户教学,网红推荐,提高视频的曝光度,和品牌的影响力。 以下是三种视频类型案例。 1,教学型视频。 How to教学型视频,是常见的视频营销形式之一。 卖家可以这类型的视频中,演示目标受众,可能感兴趣的操作和话题,并利用分步骤,说明代入产品。 如果卖家正处于初步尝试的阶段,那么教学类视频就是很好的选择。 因为卖家所拥有的产品知识,对很多消费者而言,是专家级别的建议。 而这也是创建和品牌相呼应内容的简单方法之一。 卖家应注意视频时长问题,例如The Home Depot的大部分视频都是1-3分钟,但如果主题需要,可以适当地延长时间。 教学类视频通常较长,平均长度约为7分钟。 2,娱乐类视频。 娱乐类视频大都需要团队的配合,但这类视频往往可以引起广泛的传播。 幽默、有趣或壮观惊叹的视频都可以很好的吸引用户。 3,网红推荐类视频。 让潜在的目标,新用户了解品牌的最简单方法之一,就是赞助网红视频。 这类视频比直接广告拥有更普遍的受众和更好的效果,因为它是由YouTube上的红人们进行推荐的。 4,产品测评。 产品测评视频类似于产品视频,但通常情况下不那么正式和精致,并且更有种接地气的感觉。 但有一种意外风险,是这些专业测评视频在分析产品的优点同时,也指出了产品的不足。 因此卖家需要对该类视频的投放时机做好把控。 最好将视频影像已经对产品有兴趣的客户。 5,二次营销视频。 在用户访问卖家的网站后,卖家可以向他们展示与其感兴趣的产品相关的YouTube广告。 且在最后,基本上以上就是YouTube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营销干货技巧分享。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。 更多的一些干货技巧,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。